国防部对于领空的立场是依法来施政 没有任何的改变 年初中国发射卫星穿越台湾上空 国防部发布国家警报 当时引发质疑 就是国防部发言人孙立芳出面 针对议题积极说明 只是520后随着新任部长顾立雄上任 传出孙立芳不打算留任 要跟邱国正同进退 攻击扰台不停歇 27号上午短短三个小时 就多达22架次共击骚扰 其中12架次越过海峡中线 就是中共对台文攻武嚇越来越频繁 让军文处疲于应对 尤其发言人工作吃重 据传孙立芳长期睡眠不足 身体因素提早退休 面对外界高度关注去留 孙立芳低调表示保卫家园是本分 个人生涯不需要讨论 只是国防部换文人部长顾立雄 军中人事更迭 却被有心人事拿来做文章 称准国防部长是败军之将 言下之意国军是败军 这些话尽出自国军退役少将 马上就被中国国台办的媒体 做成短影音见缝插针 赖清德安排他单词重任 很明显带有政治目的 加快台军去中国化 人必自入而后人辱之 请他把这句话收回来 否则只是成为中国利用的工具 退降领退休奉说出收入国军的话 对比辛苦保家卫国的军人 何其讽刺 三十五礼拜天药部台北参谋岛 这四季节的补卖 超大几千万两代工具 台湾是突兵下的 よろしく祝福 北参调建设 北参谄建设